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8月25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印在金庄国家会议间隙举行的会谈陷入争执 独立报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一缓和两国边境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 两国领导人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庄国家峰会期间会面 这是三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就争议领土举行会晤 此次会议召开之前 印度和中国关系多年来一直紧张 并在2020年发生边界争端后进一步恶化 不过对于哪一方要求举行此次会议存在分歧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这次会面是印莫迪先生在金庄国家峰会期间提出的要求举行的 但印度外交部消息人士告诉独立报 印度方面很快表示会面是因为中方提出了举行双边会面的请求 自2020年以来这两个南亚邻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恶化 双方数千名士兵驻扎在两国共享的边界线及实际控制线上的几个分界点上 这次会谈是在金庄四国峰会期间举行的 金庄五国由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组成 旨在对抗西方多边平台 印度外交官坚称 如果边界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可能一切照旧 而中国方面似乎淡化了德里的担忧 并敦促对局势采取长远看法 北京的著名捍卫者对加强社会控制感到愤怒 南华早报 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 对中国社会缺乏开放和宽容表示担忧 以遵守官方路线而文明的胡锦涛呼吁营造一种促进放松和自由的社会氛围 并表示控制日益加强的社会并不令人愉快 此举被视为官员们正在对经济衰退之际的情况进行反思的一个可能迹象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放松整体意识形态控制 中国可以通过迅速行动避免日本化 日经亚洲 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后泡沫时期的日本相似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可能日本化的担忧 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放缓的三个关键因素是 资产泡沫的破裂 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契约与全球化的不匹配 中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但两国情况又存在差异 中国泡沫的规模和破灭程度尚不确定 政策措施的速度和有效性将至关重要 中国的一党制国家可能在实施不受欢迎的措施方面 具有优势 但公众情绪仍可能产生影响 此外 如果中国经济停滞 中国的体量使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反馈问题的影响 中国在人口变化方面也紧随日本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将影响需求和房价 不过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先发制人 关键问题是北京能否遏制泡沫破灭带来的损害 中国经济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以及中国政府和社会迅速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华为与爱立信续签许可协议 以期将其技术专利货币化 南华早报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瑞典爱立信公司签署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根据交易条款 两家公司将有权在网络设备和消费设备中使用彼此的蜂窝技术 该协议涵盖3G、4G和5G技术所必须的专利 华为表示 该交易将创造一个更强大的专利环境 该协议承认每家公司知识产权的价值 由于华为继续面临智能手机市场和网络基础设施业务的挑战 该公司正在寻求将其专利转化为收入 中国悄悄从美国精英大学挖走芯片人才 南华早报 据路透社采访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已以新的名称和形式悄然恢复了千人计划 TTP从2008年持续到2018年 旨在招募受过外国培训的精英科学家 但被视为对美国利益和技术霸权的威胁 中国提供购房补贴和签约奖金等福利 金额在300万元人民币42万美元至500万元人民币70万美元之间 他针对那些在半导体等敏感或机密领域工作的人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 中国需要在半导体领域实现自力更生 启明创投是中国加快科技进步的更广泛使命的一部分 此举正指美国采取措施 限制中国先进芯片的研发和生产 尽管中国表示通过TTP进行海外招聘的目的是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并促进人才流动 但美国却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 路透独家 中国计划将股票交易印花税削减最多50%以重振市场情绪 路透社 据报道 中国当局计划将国内股票交易的印花税削减多达50% 以重振该国陷入困境的股市 削减目前0.1%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提议建议削减20%或50% 最快将于周五做出并宣布决定 此前 中国领导人7月底誓言要重振全球第二大股市 该市场受到中国经济复苏低迷和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打击 汽车制造商长安·纪比亚迪 长城之后进军东南亚 在泰国建厂 南华早报 中国汽车制造商长安汽车宣布计划在泰国建设电动汽车组装厂 投资18.3亿元人民币2.51亿美元 年产能为10万辆 该工厂将为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南非的客户提供服务 长安汽车是继比亚迪、长城汽车、合众新能源、汽车之后 最新投资东南亚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泰国市场以其规模和强劲的业绩吸引了中国汽车制造商 去年该国销售了84万9388辆汽车 中国的进口禁令损害了日本海产品行业的扩张计划 日经亚洲 东京电力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废水排入太平洋后 中国暂停进口所有日本海鲜产品 自2011年和事故以来 中国已禁止从福岛附近线进口几乎所有食品 这一禁令对寻求扩大海外市场的日本鱼业造成了打击 习近平和莫迪在金庄国家会谈中同意维护边境和平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南非金庄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举行会谈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维护有争议边界的和平和改善双边关系 他们同意只是官员努力实现边境地区的脱离接触和降级 这次谈话是在中印关系紧张之际进行的 其中包括印度禁止中国软件应用程序 日本紧急出动战机监视冲绳岛附近的中国轰炸机 路透社 日本防卫省紧急出动喷气式战斗机 监视在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飞行的两架中国空军轰炸机 据观察 中国轰炸机飞越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峡 该海峡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军队演习夺回岛屿 关注中国 南华早报 周五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军队在南海附近举行联合演习 该海域靠近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 演习在黄炎岛以东约240公里处的海军基地举行 黄炎岛是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夺取的渔场 演习约有12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560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参加 模拟夺回敌方控制的岛屿 此次演习是在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阻止菲律宾向南海人爱交执行补给任务之后进行的 菲律宾一直在主持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谈判 以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国防部敦促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路透社 在美国公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设备后 中国国防部呼吁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恪守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停止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 美国和中国将进行谈判 两国都将贸易更聚焦邻国 路透社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正在中国访问 以加强两国关系 美国和中国曾经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 现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不断增加 这种贸易模式的转变被视为贸易区域化的新趋势 可能对全球增长构成风险 经济限制 安全担忧 美国利率上升 以及与其他国家完成贸易协议等因素 导致了中美贸易下降 中国申请加入全面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可能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对 中国海军表示 正在测试地球上最强大的线圈炮 南华早报 中国海军开发了一种强大的线圈炮 这是一种能够高速准确地发射炮弹的电子动力武器 在射击测试中 该枪在不到0.05秒的时间内 将124公斤的弹丸加速到7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虽然武器的确切尺寸和最大射程是保密的 但以这样的速度移动的炮弹 可以击中几公里外的目标 中国顶级选秀节目 因已故流行歌星李文的遭遇 引起轩然大波而暂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中国最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之一 因已故流行歌星李文 声称受到虐待而被暂停 该节目以好声音为蓝本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遭到强烈反对 观众和粉丝呼吁抵制 该节目的播出机构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已展开调查 并暂停该节目 抵制活动也蔓延到了节目的赞助商 用户敦促他们撤回对节目的投资 自上周指控曝光以来 呆具的制作商Star Sien Holdings的股价 以下跌一半以上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一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obreif.com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截至北京时间8月25日下午傍晚时分 日本的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 处理水排放入海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 关于排放的这个水的名称啊 中国官方一般的说法叫做核电站的核污染水 西方媒体的说法就包括处理过的放射性水 或者是处理后的废水等等 当然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具体到中日关系 日中关系紧张的态势是在持续的增加之中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已经加强了警戒 连发两道对在华日本公民的警告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8月24日也是从外地返回了北京 因为当时习近平包括蔡奇等人都还没有返回中国 所以一般的理解 李强要返回北京 坐镇北京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 首先来看看处在中国沸腾渔情中心的日本驻华大使馆 透过官方网站 8月25日24日已经连发了两则警告 8月25日的这则警告是这样的 说昨天8月24日不排除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 请大家注意 第一个要求建议 外出时尽量注意自己的言行 保持低调谨慎 如无必要时不要大声说日语 第二个要求建议 如果要去日本驻华大使馆 请密切关注使馆周边的情况 早早之前8月2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出的警告 就是8月22日日本政府宣布 ALPS处理水的具体放水日期为8月24日 就是说24日开始放水 目前我们就是说日本驻华大使馆没有确认任何日本国民 因为将经过ALPS处理的水排放到海洋中而受到任何麻烦的案例 日本驻华大使馆所提到的ALPS处理水或者是ALPS处理水 它指的是还有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的污水 经过净化处理就把除了川以外的放射性物质净化至低于监管水平的水 就叫做ALPS处理水 根据香港媒体发自一线的报道 他们是去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外边进行观察 就看到正门前和路对面都是停满了警车 挡住了外界望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大门口的视线 此外还有中国武警的官兵以及公安警员是列队巡视使馆的周边 在大使馆前卫兵也有所增加大使馆 而且是提前闭馆 香港媒体的报道还特别提及 虽然中国大陆网络上舆情沸腾 但是驻华大使馆的周边相对是显得安静 没有出现示威抗议活动 行人比较的稀少 安保人员非常的警觉 包括记者或者但凡路过的人 如果是站在大使馆100米开外 举起手机都会受到这些工作人员集体来行 注目力就是盯上他们 在日本国内 日本的环境省是在8月25日启动了相关的周边海域的海水采样 以调查放射性物质穿的浓度 预计分析结果最快是8月27日公布出来 而且计划在大致三个月时间里每周都会公布一次 而在24小时之前东京电力公司是在江水排放入海之后的几个小时 就从距发电厂三公里范围内的10个地点采集了相关的样本做了分析 在8月25日分析结果就已经对外公布了 在这些海水的样本中是没有发现可以检测到的川的含量 换言之川的含量非常的低 检测不到 现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即便是说在日本国内 国民给日本政府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根据共同社披露的消息 他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就发现88%的人担忧处理水排海会导致日本形象的受损 而来自外部的压力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最大的难题就是日本如何来应对中国的反应 在技术层面 中方的压力或者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 就是在7月的下旬 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国政府是曾经直接要求日本政府去考虑一个可能性 就是把这些水变成水蒸汽排入大气 日本政府对中俄的建议是进行了反对或者说反驳 因为日本政府其实此前是曾经探讨过这种方式 但最后呢就认为从大气中对放射性的物质进行监测 就比从海洋中提取样本进行监测更难 所以就放弃了这种蒸发海水的方式 不过中国和俄罗斯就认为其实相关的技术从大气中来监测放射性物质的手法 其实是已经成立的成熟的 他们认为日本政府之所以不这样做 主要还是从经济成本上面有更多的考虑 在中国官方表态这个层面 那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的语气很强硬 口风很紧突出的 8月25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提问了 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昨天8月24日对媒体表示了 将积极推动日中双方专家 以科学依据为基础展开相关的讨论 那问中方是否会考虑日方的这一提议呢 另外中方是否会对处理水进行科学的检测呢 汪文斌的回答就是说呢 我要重申的是日本以意孤行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的风险 这是极其自私 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这里用了两个极其 那么他的说法就强调 日方应当立即纠正 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的自私自利行为 不要让福岛之水成为日本支持 在会不会中国介入对处理水进行科学检测这个问题上 汪文斌的说法 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权利有责任 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防范措施 维护海洋环境安全 维护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汪文斌看上去就没有直接回答 日本记者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中国会不会介入到对海水的监测 其实根据中国的生态环境部 国家和安全局的说法 当前目前啊 中国的生态环境部正在组织开展 2023年度中国管辖海域海洋 辐射环境的监测 所以显然中国是在做这个事情 中国相关部门的做法还包括 中国的海关总署已经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 中国的市场监督总局已经加大了水产品食品安全 及食盐价格监管的力度 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已经加大了对海洋水产品和污染风险的监测力度 第三点再来看看中国的舆论厂 现在是有些疑虑有一些疙瘩 第一个疙瘩 第一个困惑就是普通人 很多人是不相信日本的技术 AirPods处理的过程啊 是能够把除了川以外的放射性物质进化至低于监管水平 会不会还有别的一些放射性物质 会不会有落网之余呢 会不会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就没有被过滤干净呢 第二个主要的疙瘩 就是说这个处理的水里面还有川 然后拿大量的海水去把它做稀释 很多人对这个逻辑是不太能够接受 比如说突出的批评的声音 这个水如果说含盐量太高 你喝不了 那么你就干脆建很多游泳池 把这些水排进去 在里面游泳 那总还是安全的吧 这个声音或者说类似的观点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是比比皆是 除了对日本做法的不满 甚至是愤怒之外 透过中国社交平台 不少网友分享的照片视频 能够看到现在抢颜风潮 在不少地方蔓延 中国的专家事实上第一时间已经站出来了 来进行辟谣 来进行科学指导 就是说在发生核辐射事故的时候 人体是有可能摄入放射性的点 放射性的点又会集中在甲状线 使甲状线遭受到相对较大剂量的照射 从而引起损伤 那如果要防止对甲状线造成辐射伤害 就要服用稳定的点 也就是点片 从而减少甲状线 对于放射性点的吸收 就形成了防辐射的作用 那如果你去吃盐 盐中中国的盐是加了点 但是含点量啊 每公斤大概就是30毫克 而点片里的点含量 每一片就有100毫克 所以简单的说 如果你要靠吃盐来达到防辐射的剂量水平 人体一次性要摄入大概3公斤的点盐 所以专家也算是苦口婆心啊 你用吃含点盐的办法去防辐射 那核辐射还没有来 这个人就已经game over了 另外一个恐慌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恨乌吉乌 因为担心日本的水产品海鲜 然后这种情绪又转移到了 对所有水产品海鲜的恐惧 包括中国自己沿海的水产品 就目前一些水产品的经销商哭诉来看 这个行业啊 中国水产品的行业 可能短时间内受到的冲击会非常的大 最后再来看看李强的动态 根据中国央媒在8月24日夜间发布的消息 李强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8月22日至24日在广东来进行调研 但是他的时间线中22日23日的活动是比较清晰的 24日到底有哪一些活动 他是多久又结束了对广东的调研 目前根据央媒的报道是看不出来 所以现在也有种分析 就指李强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就是24日因为日本排海造成了一系列的紧张的情况 尤其是在韩国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示威 以及年轻人去冲击日本驻韩国大使馆 为了以防万一 李强是第一时间24日就返回了北京 其实李强在习近平21日24日于南非不在中国期间 之前一般的判断他会留守北京 结果他还去到了南方 已经让人感到意外了 来看一看中国大陆舆论场上 有第二个秦刚支撑的马小伟 当然所谓的第二个秦刚 显然是有开玩笑的意思在里面 马小伟他作为中国卫健委主任 一位正部级的官员 是突然出现在了公开的报道之中 香港媒体称马小伟的现身是一次辟谣 要辟什么谣呢 第一他还活着 第二他仍然是正部级的官员卫健委的主任 第三点他没有在中国大陆的所谓医疗反腐风暴中 被从高干医院带走 首先来看一看马小伟究竟是怎么样来所谓辟谣的 中国卫健委的官网在8月23日突然刊发了一则消息 来源是卫健委机关党委消息就提到 近日非常模糊的一个时间 中央第27指导组通过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等方式 了解我伟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情况 在这个活动之中 那马小伟就出现了 主要的内容就包括 伟党组书记 伟是卫健委了 党组书记主任马小伟 在与指导组领导同志充分谈话交流后 对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以及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做出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对中央第27指导组各个方面环节所给予的明确指导 表示衷心感谢 这则没有照片也没有视频的短消息 第一时间是引来了香港媒体的注意 就认为这个是马小伟本人 甚至是中国卫健委在进行所谓的辟谣 辟什么谣呢 因为稍早一点 8月22日左右 人在北京的一位独立记者 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 转 国家卫生系统老大马小伟 17日被从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 被带走 其实这一位独立记者 他在推特上社交平台上 确实也写了一个转 那到底是真还是假 信息源又是谁 他没有提及 当然透过跟铁普遍的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大陆 从7月底开始已经掀起了一波非常声势浩大的医疗反腐风暴 所以马小伟被从高干病房带走一般的理解 就是说他涉及到了贪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卫健委官网8月23日出的这一则与马小伟有关的消息 时间上确实就很巧了 马小伟其实明镜追击过往已经有多次的关注 他隐身的时间 没有公开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时间 那比秦刚的两个月 6月25日到现在 8月25日 那就很多 只不过因为 卫健委的主任 在这个岗位的敏感度重要性 尤其是在对外影响这个层面上 没有办法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相提并论 当然秦刚同时也是中国的国委员 那是副国级的官员 所以马小伟比秦刚长得多的时间的隐身 也没有引来特别的关注 一直到这一次的医疗界的反腐的传闻出来 现在一般的分析倾向于认为 马小伟是得了病 重病再生 处在治疗恢复的过程之中 马小伟2022年12月中旬出现在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就比较长时间的 没有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 没有在卫健委发布的官方消息之中出现了 接下去更为怪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然这些都是回头来看 确实有些事后诸葛的意思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 它呈现的场景发生在2023年的3月中旬 新一届的国务院成立了 国务院下面直属的26个部委的部长 主任等等这些正部级的官员要宣示 根据央媒所给到的视频来看 确实是比较的蹊跷 突出的就是领衔宣示的郑山杰 由小国务院支撑的中国发改委的主任 他后面其实还站了一个人给引去了 接下去给到的视频的信号是从 背部又来做了一个全景 确实比较的奇怪 然后把这些人数一数 一共是22位 那么26个正部级的官员宣示 怎么只剩22个人呢 26个人中间 李尚福、王小红、秦刚 已经作为国务委员提早宣示了 理论上还有23人要宣示 所以看来看去 各自其实很高的 马小伟是不在中间 再接下去 也就是8月23日 这一次卫健委官方消息发出之前 2023年的5月12日 马小伟是有相关的照片出现 新闻就显示 他是以视频方式 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 第六次卫生部长会议 根据这张照片 他的精气神应该说 看上去还是不错 这样的时间线梳理下来 不由得让人感慨 真的是谜一样的 马小伟 要以官方发消息的形式 来为自己证明 来为自己做所谓的辟谣 第一 人还活着 第二 仍然是卫健委主任 正部级的官员 第三 没有被所谓的带走 等等 也确实让人生出不少的感慨 感慨之一 其实包括马小伟在内 中共的比较高阶的官员 隐身的案例 就今年来说 都已经是出现了不少 非常突出的 就是6月25日以来 消失于公开报道之中的秦刚 目前他仍然是中国国务委员 稍到之前 7月底已经被拿掉了 他所兼任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职务 6月25日到上传这则视频时候的8月25日 秦刚是两个月 没有更多的消息出来了 在秦刚这次的隐身之前 其实另外就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又霞 大概是消失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6月中旬又突然复出 官方没有任何的解释 当然一般理解张又霞是身体原因 毕竟也是岁数大了 70多岁 另外两位也可以顺道着提一提 就是中国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 以及政治委员张红斌 他们在7月底都还有公开的活动 那是不是所谓的隐身不好说 但是在8月上旬的中国的华北和东北的水灾之中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要求主要的官员靠前指挥 那么涉及到的相关部队的高层 中部战区的司令员黄明上将 政治委员徐德青上将 以及北部战区的司令员王强上将 政治委员郑璇上将 都是有出现在所谓的一线 在堤坝上 那么武警部队的前面提到的这两位主官 目前来看是没有出现在公开的报道之中 所以确实也是比较的奇怪 感慨之二 那就是顺道着接着来了 用西方媒体记者 在中国外交部立行记者会上 在追问秦刚下落时候所说的 所表达的就是中国政府是不是看中 是不是看中现代治理 是不是看中信息透明 当然现在社交群组里也有一些声音 在借用习近平与金砖论坛上的讲话 就是不要把所谓的家法帮规包装成为国际秩序 那似乎可以套用一下 那是不是家法帮规共产党内部的规定 也不要来替代中国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呢 因为毕竟这些人他除了是中共的党员之外 马小伟秦刚是中共中央委员 张又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那马小伟秦刚又是政府官员 张又霞所公职的中国的军队 那他也不是中共的党费养起来的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包括媒体界的人士 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人 就呼吁中共要做到更多的透明 在这样的感慨之外 因为提到了马小伟中国卫健委主任 所以最后再来看一看 与中国新冠死亡有关的最新的消息 根据知名的新方通讯社8月25日的报道 获得美国联邦资助的一家研究中心 叫做弗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依据中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死亡数据采样 以及在互联网上搜集到的信息 做出了一项估计 那就是从2022年12月份到2023年1月份 这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在除了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 30岁以上由不同原因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 达到了187万 围绕着187万这个数字可以做一些比较 中国官方曾经公布 2022年12月8日到2023年的1月12日 整个中国范围内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医院 新冠感染相关死亡的病例是59,938例 而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提供的中国有疫情以来 一直到目前中国新冠病毒所导致的死亡的数字是121628例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前面提到的187万的领头或者是尾巴上的那一点数字了 所谓的超额死亡 其实呢 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倡导的对疫情所导致死亡 希望采用的一个方法 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超额死亡指的就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 与没有新冠病毒疫情等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比如说中国疫情防控的是三年 那往常多数情况下没有疫情重大灾害 普通的三年他死亡的人数是多少 然后呢 中国这三年死亡的人数又是多少 之间的差值就是所谓的超额死亡了 超额死亡 它的突出的特点或者说优点 除了直接能够显示疫情灾难所带来的死亡之外 它会统计进去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 会把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体现出来 在相关的疫情防控的措施之下 又有哪些死亡的增加 有哪些死亡的减少 比如说因为非常严格的防控 那么路面上的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 理论上就会减少 所以超额死亡 它会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的治理水平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在推这样的一个统计的办法 但是目前来看 各个国家主要的统计的思路 还是比较直接的病死率 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中间 多少人离开了死亡了 然后拿死亡的人数去除以感染的人数 这就是病死率 目前普遍被认为是新冠防控优等生的新加坡 它的病死率大概是在0.08%左右 而关于流感的病死率 现在国际上有一个一般的说法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是0.1% 所以新加坡新冠病毒的病死率 0.08%是要低过流感的病死率 所以这个优秀可以简单的 就是这样做直观的比较和理解 中国现在关于到底多少人感染了 根据钟南山在5月份透露的数据 是11亿人到12亿人左右 那么到底多少人病死了 目前官方的数据前面提到了 但是这个数据的失真 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以外 普遍认为失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个病死率 最后估计是一本无头仗了 就算中国官方有发布所谓的病死率 恐怕要让舆论幸福也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在人大的相关选举上 马小伟作为中国卫健委主任的人选 他是得到了21张反对票 八张弃权一票 是中国国务院直属的26个部委 正部级官员中得票最少的2917票 显然中国的人大代表 把对中国疫情防控的不满 投注到了马小伟的身上 即便是在现在 舆论场上不少人 也还是期望马小伟成为 所谓的第二个青岗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观众朋友们非常着急 点名要我聊的 日本政府启动了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件 这个事情像一股新的台风 挂到了中国和他周边 经济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国家 日本 目前外交部的表态非常强硬 在经贸领域 也引起了及时的反应 那就是中国前面 停止了日本水产品的进口 我们先看一下 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 8月24号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就这个问题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 他说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停止这一错误行为 因为什么问题呢 我认为 外交部下面的发言 还是不能说全无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说 日本政府没有证明 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 长期可靠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也没有证明排海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安全无害 没有证明监测方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也没有同利益由官方充分的协商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 富岛和污染水属于无视国际公共利益的阶段自私和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那日本按照外交部的说法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将伤痛延续给人类的自身后代 成为生态环境破坏者和全球海洋的污染者 侵犯各国人民健康权 发展权 环境权 还违背了自身道义责任和国际法的义务 那这个事情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那由此中国政府 因为我们干啥 我们一贯坚持人民至上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 首先我认为海外的反贼 反华媒体也不要一边倒 你说外交部发言人讲这些东西 在科学上能不能站住脚呢 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站住脚 因为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依靠可重复的实验 可验证的事情就叫科学 不可验证的就不是科学 你看日本这次把这么大量的河飞水排到海里面 这事可验证吗 不可验证 所以你说我们也不能说它科学 也不能说它不是科学 我们只能说这个事和科学沾边 但完全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更何况日本福岛核污染它已经发生了 这个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对海洋环境之类的都有严重的分别影响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今天中国表示怀疑 也让人感觉到不是空穴来风 它有一点道理 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包括人们的生活生产当中碰到的问题 它不都是科学问题 科学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 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个人信心的一个飞跃 你才能做所有的事情 你比如说像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在谴责日本的时候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根据 比如说水污染的数据没有真实准确性 这个监测方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这些怀疑都适用于什么呢 都适用于中医中药 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大量由国家发放的莲花青纹胶囊 哪有什么真实准确性说它有效 哪有什么方案证明它长期可靠 哪有什么方案证明它没有多副作用 都没有 不光是莲花青纹没有 中国人爱吃的什么六位帝皇丸 什么龙肝蟹党丸都没有 这不也一样吃了几千年吗 而且我们不但吃它 还把它当成一个救命的药 发给在疫情中挣扎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所以很多事情 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 科学视角只能解决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要常识 你比如说在整个的外交部发言人 对日本的 怼日本政府这个话里面 他没有提到一个几个关键的事实 第一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它是有的 谁给的 R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这个是想 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深度参与 他们派的调查员 派的专家组里面 不但有国际一流公认的专家 还有中国和韩国派来的专家 如果这个调查组没有通过 日本绝对不敢冒天下日大部委 就把这个废水排到海里去了 对吧 他不敢 所以有国际权威的认证机构予以背书 他没问题 从这角度讲 没有向中国人民讲明问题的全貌 我认为这一点 是不负责任的 不负责任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日本核费水这个问题 最应该担心的是谁 是日本自己的老百姓 然后我看到有些海洋大气专家 气流专家还讲 就算排到了海里 因为太平洋是个环流 它是先 这个水是先到太平洋的东岸 就是美国的西海岸 所以最应该担心的 首先是日本人 然后是美国人 这两国家的人为啥不担心 这两国家的 比如说美国的外交部 国务院为啥没有出来谴责日本这么做 难道是因为政治原因吗 不太可能 这两个国家的媒体 这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 都是相对的独立 这一点是常识 人家没有埋怨 就证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 对这个事放心 当然也有人说 日本人不要抗议了吗 人家抗议的 不是核费水的安全性 抗议的是这么干 肯定会引起相关国家的反弹 影响我的水产品出口 他们抗议的是 把核污染水排海这个事情 污名化 成为一个焦点事件 影响他挣钱 他反的不是核费水排海本身 这个事想 咱们应该把它说清楚 从这个角度讲 那你说这个事情 他中方是反应过度的 那还是真的是为了 坚持人民之上 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来保护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 这个事 所以他应该两个方面辩证的看 另外 任何这种有争议的事情 我建议大家都要翻墙看一看 翻墙以后 还是首先应该看英文媒体 搞不定了再看中文媒体 事实已经反复的证明 英文世界文明发展成都的脚底板 仍然是中文世界的天花板 大家听着不要觉得别扭 怎么这么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他已经一次为次反复证明了 你看从疫情 从疫苗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全世界都已经放开了 一样的病毒 一样的疫情 中国那边说是要坚持人民之上 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把老百姓封家里 有用没用的那些疫苗 让你猛打 你看疫情过去以后 大家仔细想想 过去一年 任何简体中文媒体 还有人提中国生产的那些疫苗的事吗 还有人提方舱医院的有效性吗 还有人说分控的合理性吗 没人提了 什么疫苗不疫苗的 都是扯淡 根本就没有效果 甚至可能有害 只不过现在就不聊这个天了 所以中文明过的永远是 像星际穿越电影一样 永远是活在不同的时空里 这发生没多久 就没人再聊这个天了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 美国的日本的相关的权威媒体 也刊登了很多相关 非常权威的引进据点的文章 那就是现在日本排到海里 这个核飞水这个川 最敏感的这个化学元素川的含量 并不高 可以说是极低极低 大家知道中国大亚湾核电站 每年往海里排多少吗 中国国家安全局 国家核安全局 给大亚湾核电站设定的排放上限 是225TBQ 这是衡量这个川含量的一个比例 225TBG是什么意思 比福岛现在排放这个高八倍 中国自己大亚湾核电站 排到海里的这个川含量 是福岛的八倍 大家为啥不担心 你怎么把福岛这个事 当成一个天大的一个事情 那就跟你一整天 这个要往天上放核武器了 你都不担心 你担心日本在放2T脚放鞭炮是吧 你这事 你说鞭炮是不是对空气污染有影响 有啊 那你说是不是有可能 掉下来炸了人 有可能啊 但是你对放核弹 你都不担心 你担心了啥鞭炮啊 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有效 有有意思 大家知道吧 那么 这两天啊 有一位海外的反贼专家 当年也不是反贼 很厉害 59岁的李健王 这人啊 是吉林省长春市人 这两天在微博上发生了 他 这个李健王先生 1983年是中科大毕业 然后是中国原子能研究所 工作了8年 然后又在荷兰的能源研究中心的 核能部工作了5年 现在定居啊 是荷兰啊 他 讲的一些话 对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 参考意义 他说 首先他举了这个大亚湾的例子 那另外 世界上每年春排放最大的是法国的阿拉格 这个核废料处理基地 每年向燕基利海峡排放的春当量是11400TPG 是福岛排放量的400倍 啊 那这个也没有引起世界各地的全面恐慌啊 另外 福岛的废水稀释到了每公升1500BQ 而日本饮用水的国家安全标准是6万BQ 什么意思呢 福岛废水 要稀释到日本饮用水的四十分之一 再向大海排放 你看 它的有害性 它的危险的程度是饮用水的四十分之一 才排到大海去的 所以你说 你 至于把这个事情 炒作成这个德行吗 哎 但是李建王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马上微博被封号了 不允许他讲了 为了这个事情 这个李建王还很感慨 他说过去很多年 他的微博微信号被封过N次 但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很快获得了200万人阅读 1.2万人点赞 但不到三小时 就被人投诉违规 三文封号了 你看这一切证明这背后都是政治操弄 政治操弄 所以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是要奉劝 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碰到这种事情 你要翻墙 你看看海外是怎么说怎么弄的 另外信息不明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以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比我们傻 只有中国人聪明 只有中国人一贯坚持人民至上 一贯 全力以赴维持维护食品安全 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恰恰相反 他不是 那在2021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份专业杂志 叫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 这个专业团体 对来自来到美国的全世界各地的移民 做了一些身体采样的调查 结果是什么 大家知道吧 中国移民体内的千含量 比亚洲其他国家 比如越南 韩国印度等国都高出百分之四十四 重金属超标 只有中国人如此 你看同样是来自亚洲的 人家越南韩国印度就没这样 中国人千超标百分之四十四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用铁锅炒菜 工艺极端原始 千含量就特别高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用的水管的 好多都是千水管的 那含千量也特别高 那更何况 现在的自来水管 除了千含量超标以外 还有很多的甲毛伪劣材料 废旧塑料 大量的塑化剂 各种有毒的化工原料 导致了中国人喝的水里面 千的含量是巨高无比的 那更不用说 木地板家具 油漆里的千含量 几乎不受控制 以前中国人 美国有一个 卖玩具的一个连锁商店 叫Torys and Earth 还有很多其他连锁商店 发现从中国进口的油漆玩具 含气量太高 人家只好大规模下架退货 那因为在这边 如果导致了美国人体内 重金属中毒 那是有严肃的法律责任的 但是你看 玩具上重金属超标 这个是这样 在中国成为了新闻吗 目前看没有看到 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了 那除了这个 千以外 中国移民到海外来 被查出重金属含量最高的 是拱 就是所谓的水银 水银是剧毒 对吧 大家看看中国以前的这些小说 文艺作品 宫廷剧 皇上对某个大臣不满了 就赐他 饮水银自尽 所以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惩罚的一个方法了 那中国移民体内的这个拱含量 比亚洲移民高出530% 大家没听错 是亚洲移民的五倍 是纽约人的多少倍 大家知道吗 是纽约人的6.6倍 百分之六百六十 这个拱啊 他的这个就更严重了 他这个吃多了以后 导致电弦视力和听说能力低下 智商低下都是很显然的 我甚至一度怀疑啊 中国人到海外来学英语 怎么说都有严重的口音 我认为啊 有可能是拱造成的啊 有可能是重金属中毒造成的这种原因 当然在没有科学的数据 只是一种怀疑 但同样情况啊 美国人学普通话 加拿大人学普通话 学个一年半载 基本上就能说的比较流利 大家听听那个大山 听听美国这些中国通 我还有一次 我看到这个电视上放啊 在公体周围开了一个德州BBQ 那个店 那个老美会说北京的骗子 哎呦说的那叫一个地道 大家想想 一个中国来的移民 有多少人经过一段时间 能讲出基本上没有口音的美式英语 对比有多少美国人到中国待几年 能够讲出相对流利的中文 你对比你就发现 人都是一样的 基因也差不多 那怎么美国人做到的 中国人就做不到 我认为啊 和中国人啊 长期重金属中毒 导致智力低下 语言表达能力受限 他有关系 他百分百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里面啊 我们北方人就更明显 因为啥 北方人除了全国人民都拱中毒 他也拱中毒以外 北方人他喜欢喝酒啊 他酒精中毒啊 哎呦我在北方出差 早餐就上白酒 别说中午和晚上了啊 一天喝三顿啊 喝的是天昏地暗啊 你说 常年这么喝下去 这个孩子的智商 孩子的这个啊 能力 先天的这个能力 能不受影响吗 百分百受影响 所以现在我看中国这次这个行动啊 基本上是个政治操弄 但是很遗憾的是啊 国家主导的政治操弄 开始的时候啊 老百姓都趋之若物啊 这几天开始抢炎 哎呦 国内的抢炎 说防日本的这个核辐射啊 抢点炎 哎呦 从你抢点炎这一点啊 让我想起什么 让我想起当年你们练香功的时候 练那个日本那个张相遇 那个香功的时候 头顶上顶一锅盖 那时候锅盖 每家的锅盖都不够用了啊 全家都练吗 每人头上顶一锅盖 说这是金属 能够接受 能够接收啊 练功的时候啊 边练功边念咒 然后头上顶个锅盖 就能接受来自外太空的神秘信息 哪一个练功啊 十半功倍 很牛 哎呦 大街小巷 广场上好多人顶个锅盖 在那坐半天 我看的 真是害怕 这是什么民族啊 这是什么德行啊 但是啊 香功已经被打掉了 好多功都被打掉了 但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 底层的逻辑 文明底色 依然没有变 那就是傻上家傻 笨上家笨 每一次损人不利己的设想 都傻不了中国人的影子 这一次日本河飞水这个设想 你没有抵制日本海产品 那更是损人不利己 为什么 你以为日本的海产品 安全性比你中国的海产品低吗 他不会的呀 他怎么可能啊 你以为日本人比你傻吗 那更不可能啊 日本人过了什么日子 你过了啥日子 你心里就没个B数吗 那更何况 你也不看看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中国出口消费投资三架马车全部歇菜 内需不振 外需也不振 正是需要你全力以赴 增加和你周边的这些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的时候 日本和你的贸易关系是不是很密切 当然很密切 你这个时候搞这个 你不是 就杀地一千自伤八百吗 你和日本搞好关系还来不及呢 你还搞这个 那日本老百姓会认你这一套吗 不会 那日本老百姓的 语情 他们的所思所想 他们的这个脑袋 他们的行为 对日本政客的影响大吗 当然大了 大家记得前段时间我做一个节目里面 那个日本前首相 某首相名字我忘了 现在退休了 为了争取自己的证件 被老百姓 这个接受 在大街上发传单 这就是日本的正情与情 官迷互动的模范 就是这样 日本老百姓咋想 怎么看你中国 当然就会影响 日本政客 他所做的决定 他的倾向 而且不只是经济 会涉及到方方面面 为什么 大家看 为什么 上星期 在这个戴维营 美国总统拜登 把两个宿敌 韩国和日本 聚到了一起 要加强合作 而且在最敏感的军事领域 要搞联合军事远席 怎么 怎么让日本 怎么让美国干成了这个事情 还不是被中国逼的吗 倒逼吗 韩国老百姓 傻吗 日本老百姓傻吗 不傻 人家有没有仇 有没有立神院 有 但是 看着自己邻国 这个大国 这个德行 他们不得不 在美国牵头 美国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下 达成一个联盟 来预防潜在的这种风险 这种风险 不只是军事性的 他孩子 还是中国 从上到下 从民间到官方 都体现出一个反制 一个不可理喻 没法聊天 随时可能爆发 随时可能 不知道怎么着 你就惹着他了 而且反应 极其的过分 极其的没有逻辑 这种情况下 你从外交上 军事上 经济上 你不都是自觉于世界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日本这个事 核飞水这个事 真的是反映出来 我们这个意义贯之的 这种弱智 和莫名其妙 在这一点上 他和杰出的恶果 会不断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体现出来 这两天 你看国内的 你想吃这种挖井的日餐 鱼生 生鱼片 你可能就要受影响了 慢慢的 整个中国的渔野也要受影响 因为很多人表示要支持政府 决定要下架日本海产品 那一下架 受损失的不是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的是看着一出大戏 一出滑稽戏 一个一个演员 还不都是喜剧演员 都义正词言 都显着都是些证据的 都跟李向阳似的 但演的那个戏 都极其的荒唐 这个事情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 他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在这里我们欢迎 观众朋友 一定要给我们节目点赞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 对这个 日本河废水排海事件 您的看法 谢谢 下期节目 再见